女孩在死人墓前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最终为自己惹祸上身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潮之羡慕死人 女主一向打扮朴实 不化妆不染头 甚至不戴隐形眼镜 时髦这种东西向来和她不搭边 在她看来那些喜欢打扮的人都是妖艳火 只有自己这种原生态的才是最好看的 男友却觉得她这种想法太极端了 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一面 一次和朋友外出游玩的时候 闺蜜不小心踩到一处坟墓 吓得闺蜜赶紧向坟墓主人道歉 女主看到墓碑上的照片却一下子亮了眼 她觉得墓碑的主人特别漂亮 虽然死者也是那种爱打扮的人 但她认为只有这位能让她承认是真正的美女 男友提醒她不要在墓碑前乱说话 但女主十分不以为然 继续表露出羡慕的神情 一个朋友也遇到这么喜欢的话 那你当她吧 女主却觉得 能像那女人这么漂亮 就算是死了也值得 没过几天 男友约女主一起看电影 电影都快结束了 女主才姗姗来迟 只见她的造型焕然一新 头发剪短了 还戴上了美瞳 穿的也比以前时髦了不少 逛街的时候还直奔化妆品店 男友就纳闷了 女主以前可是最不喜欢化妆的呀 女主说今天一起来就想化妆了 再说了带个漂亮女友出门 不是很给她长面子吗 男友觉得十分怪异 却又没办法反驳 晚上女主回到家 但是她睡觉的时候总流口水 起来后呢 她又心烦意乱地将化妆品糊得到处都是 有时不断拉扯自己的新发型 有时将自己涂成大嘴猴 对着镜子傻笑 有时又用做好的美甲去挠墙壁 原来不管她怎么化妆 始终无法像那天墓碑上的女人那样漂亮 所以她十分的苦恼 甚至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男友觉得女主最近很不正常 于是将这件事告诉了朋友们 一个朋友说 根据她的观察 一个女人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百分之九十九是因为疑情别恋了 剩下的百分之一呢就是撞邪了 不过比起第二个原因 男友更怀疑女主是喜欢上了别的男人 于是呢 去她家找她 半夜的时候女主才迟迟归来 这时她的妆容又变了 还在脖子上纹上了纹身 浓妆艳抹的 男友差点没认出她来 她告诉男友自己明天还要去整容 男友问她是不是喜欢上别的人了 女主一气之下提出了分手 第二天呢 她就去做了整容 但是那个年代整容液还不是很发达 医生告诉她 一次性整这么多部位是很危险的 但女主还是义无反顾的上了手术台 整完回来的路上 她遇见了一个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呢 让她在纸上写下名字和生成八字 女主照做了 算命先生却在看到她八字的时候 惊恐的逃走了 原来呀算命先生算出她的阳寿一镜 最后女主来到当初那个女人的墓前 而墓碑上的照片 此刻却惊悚的变成了女主 原来女主早就被墓碑主人附了体 最后她的魂魄被一点一点挤了出来 而女鬼完全占据了她的身体 最后女主真的代替墓碑主人死去了 所以说羡慕什么都不要羡慕一个死人 如果你在荒郊野外遇见坟墓的话 千万不要在坟墓前乱说话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